日本哈密瓜世界闻名 但台湾的品质也能够一较高下 有一位在台南的瓜农 30年前在父亲的号召之下 返向务农 一头栽进了哈密瓜的世界 还曾经前往日本跟当地农民交流 学习温室钓瓜的技术 坚持一株只留一果造就极品 让他的哈密瓜一颗卖到将近500块钱 而且他本人还被封为哈密瓜神 走进温室眼神紧丁 现在种哈密瓜就像对待孩子般呵护 坚持一株只留一果 注入最好养分 种瓜30年种出心得 还获得瓜神封靠 但其实入行开始也是跌跌撞撞 当初因为父亲年纪大 做不来从业余帮忙到专职接手 既然做了就全力以赴 四处请议渐渐稳定之后 一次机会到日本与当地的农民遭流 学到温室钓瓜技术 因此舍弃露天隧道市种植 全新投入温室钓瓜栽培 种出来的哈密瓜品质不输日本 但单科要价四五百元 高价格一度经营得很辛苦 但品质证明一切 现在苦尽甘来 甚至常挑战栽种不同品种的哈密瓜 为台湾农业正光 记者黄福奇 台南报道